白老师英语教学与学习网站 那各位同学我们上次讲一般高中生 遇到克漏字 那其实克漏字它是融合文化巨型单字 片语的一种综合性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透过知识 透过一些知识的讲解 或许有些学生说我克漏字要怎么准备 其实克漏字因为它是综合文化巨型单字 跟片语 所以包含介细词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绘整成一个知识来当教 那基本上这个高中或是其他的全名音简 中级中高级 或是说其他的考试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个类似的就是填空题 这个文化的部分应该对写作来讲也是 对写作来讲的那个字的用法也有影响 那首先到我的教学网站 到我的教学网站往下移 我们今天进入高中英文课程 教学跟考试准备平台 好点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先来看高中克漏字字养真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上次的 好到我们这样子 上次我们十字 这里有124页我们先讲接着往下讲 接着往下讲 好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边看achieve achieve是达成 那我们讲达成你有哪些是达成 我们达成有一个叫meet beat也是达成不是遇到 那哪些要去达成呢 目标啊 目标还有deadline 这个meet这个是达成的意思 达到目标 再用meet就是achieve 好所以achieve success fame就达成fame就是famous的名词 这达成声望 那efe是达到这个效用 efe是效用嘛 好achieve once aim aim就是目标或是针对 aim这个是用这个是aim aim是动词也是名词针对 那task task是工作的目标 task就是job的意思 task就是job的意思 那task跟job 基本上task比较正式一点 达成工作的目标 好我们先来看achievement 是他的名词 那make achievement 印加方面 看介细词印加方面 在什么像这样方面 在在什么 这个资讯科技方面达成的成就 比如说AI好了 印呢是加方面 印是加什么 印是加方面 好来我们看 我们的介细词用法 系统性 那印其中有一个叫方面 印 印加方面 就是aspect respect 这不是尊敬 是方便 印加方面 所以我们 在人工智慧AI 在科学方面 in silence 在高科技 in hightech 这是方便 那我想science 啊 好 technology 好 这样我们就不再补充了 那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印加方面 这个是达成 make or make achievement in方面 那刚才讲的说AI 知识人工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代表资讯科技 好 下面呢 accomplish 也是达成 所以达成 我们现在说有哪三个 是admit 啦 achieve accomplishment 那我们的结论是 套记比单记好 就是说我们一次就把它记起来 不用就是 就是我们有很多选择 有几个选择 archie叫 或是meet 周围是达成 accomplish 这边是达成 所以accomplish 是完成的意思 好 那 呃 accomplish whatever you do 就是你做什么 你都会达到的意思 哈 我们希望是这样 accomplish whatever you do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 哈 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可以达成 哈 好 fulfill fulfill 是实现的意思 那实现 实现 它又有哪个字 是它的同意字 哈 我们 这个克漏字的字 或是写 有时候写翻译 也会用到实现 在那边 实现用fulfill 要不然就写realize realize 是用这个字 用之前 只是用这个字 realize 实现 成真的意思 哈 所以fulfill promise 好 promise 要用keep 我们用fulfill 我们也可以用keep 信守承诺 要用keep 其实承诺是不是要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完为 所以keep 好 好 keep fulfill 好 fulfill 是信守承诺 好 那 好 那 task是工作 刚刚已经讲 task是 job 比较正式的一个 一个 称呼叫task 然后fulfill one 是你也是 是 满 fulfill 是满足 在这边要发现做满足 满足需要 那满足的话 我们有两个字 一个叫meet 一个叫satisfied 所以meet 是满足 也是达到的意思 所以meet 是满足 也是达到 所以 那个需要是need 或是demand requirements 这些都是需要 所以满足某人的需要 你可以用meet once demand 或是satisfied once demand 或者是fulfill 都可以 fulfill 是实现 好 就这样子了 那以后你就可以多 你说满足 requirements 是必要的条件 加一个s 会改变 去 我上次讲 你说加一个s 会改变 去 所以requirements 是需要 加一个s 一定不是需要了 它已经不是臭项的意思 需要的要件 需要的要件 变成需要的要件 那necessity 也是一样 necessity 就是必要 必要的条件 一样 那need是需要 那为什么要加s 那一定是需要的事物 ok 那我们不加s也ok 满足某人的需要 我觉得可以不用加s 当然是你加s 就是需要的条件 demand 不加s也ok 加s就是改变 GP 变成的东西的条件 这样子 所以满足的话 我们有meet satisfied 主要是这两个 那achieve也可以 好 我们先来看 acquire Aquire这个字是比较 呃 我们发现英文里面 这个用得到的字还蛮多的 那Attain Attain是得到 可以当作得 获得 那 Aquire也是获得 然后Uptain Uptain 也是获得 Uptain也是获得 那 Procure Procure也是获得 那至于说 这些字要怎么去分类 这些字要怎么分类 在这边呢 呃 我们都 呃 不再详细解释 因为这解释 有 会很深入的东西 那个Attain是Tool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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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获得的意思 Optain Optain 这个Opt 是Object的意思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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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获得 Procure Procure 这也是获得 Aquire 还有没有其他的获得 Gain Gain 也是获得 Gate GET 是最简单的 我们讲Gate 所以你要有字 你要有系统 你要有系统 或者 那这几个都会是 Gain 获得 这样也是获得 Gain 是比较赢得 好 那 所以 Aquire Aquire 获得知识 话文的知识 好 获得一个什么 Best Reputation Reputation 是 就是 声望的意思 好 那 Reputation 声望 这是声望 那加一个 Ped 就是不好的声望 不好的声望 好 好 下面呢 Gain 也是获得 Gain 是获得 那有点是赚到的意思 也可以是赚到的意思 所以Gain 是获得 它也可能是赚 所以呢 Gain 获得 Gain 失去 相反的就是 Lose 所以Gain 的相反就是 Lose Gain的相反就是 什么 就是Lose 好 那 同学们在了解之后 再去背 了解之后再背 说 你今天 就是你 你 呃 就是当我的家教的学生 那你有获得什么东西 Do you gain something? 好 那 那假定说 你过去 你浪费很多的时间 你浪费就是waste 对不对 失去的 失去的宝贵的时间 时间是失去丢掉 Lose Lose Precious time 好 我们讲 暑假要怎么样运用呢 暑假呢 我觉得我们要 掌握住时间 好 时间的功能 把它掌握住好 譬如说你要去玩 你就好好的玩 要读书 就好好的读书 但是一定要读书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讲要敬业 所谓敬就是尊敬你的职业 你本身是学生 你的名字 人家为什么要叫你学生 因为你是学习的人啊 那为什么要叫你 叫厨师 因为你是主犯的人 因为主犯要叫 那为什么叫teacher 因为五个字是teach 所以做什么像什么 所以学生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 遇到有困难的时候 所以需要老师嘛 但是学生需要老师之后 学生的责任就是要 去读书 这是无可厚非 就是说你不能说他不好 也不能说他好 就是你就是责任 责任的东西 并没有所谓的好不好的问题 就是责任 我要把你教好 你有问题 你可以问我啊 那如果需要协助 需要再教协助 我就会帮你设计课程 好 那这个puffer是实现 那获得 你以后可以写 attain, obtain, procure, acquire acquire 特别是获得 是后天的获得 所以acquired disease 就是后天的疾病 更换说后天 因为是获得的疾病 是后天才得到的 acquired也可以当后天的 好,也可以当后天的 是获得的疾病 那边也是后天的 不是先天的 先天叫innate 是获得的 先天的我们也顺便跟你讲一下 先天的话叫innate 好,那你告诉你 自根自首 我 我们到后来都会研究自根自首 nate 不是nate 就是nature嘛 所以你 in是nate里面嘛 所以你这个是nature变过来 就是in加nature 是天生的 好 那gain呢 主要是赚到或是获得 然后obstain是获得 好,earn呢 是赢得 为什么叫赢得 有些东西我们说信用 是不是要用赢的 信用不是用抢的 所以信用要用什么 信用 信用 credit 信用要是赢的 还有什么是赢的 声望 声望不是你要有就有 一定要是用赢的 就是人家幸福口无声望 再来呢 学位 学位是不是要有努力才会有 好 这里告诉我们 no pay no gain no pay no gain 所以呢我们是赢得 这个字要用的 要用的很漂亮 叫earn earn the credit earn the trust 信任是不是要用赢得的 所以呢我们要整套计 整套计 写作 写作也有用 就是赢得信任 赢得 赢得那个trust 赢得学会 赢得声望 好 再来呢 win win呢 就是说 这个呢 是 有人没有赢 有人就 没有 有赢就一定没有赢 就是所谓的输 我们不是叫输啦 譬如说你今天 班上的前三名 对不对 所以班上赢得什么奖 你就是 奖要 你要达到那个分数标准 才有赢得嘛 好 所以win 所以彩券是用win的 彩券是lotery 是不是有人没有得到lotery win的lotery 然后win的price 所以 你这样可以讲说 你有别人没有 或是 你有人有人没有 叫什么 第一个叫award 赢得什么奖 好 再来呢 就是彩券 lotery lotery 这也是赢得 好 那还有呢 price 好 我们就这样子 好 我们这样 就是 坤肉字的姿势 好 来 好 across across 就是整个的 好 然后我们的 同意字 就是整个的 我们可以用shrough 好 shrough 或是all over 好 这就是整个的 那我们系统性的教法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整理给你 那系统性的教法 不只是 因为我们的英文 很像数学 又很像国文 所以系统性的教法 你是要整套 记得 所以 以后想整个沙漠 你除了across the desert 你还要什么 through the desert 或是all over the desert 那整个国家呢 整个国家 就是across the nation 对 through the nation 是all over the country OK over the nation 就是整个环境 run across the planet 这个是横越吗 这个就是横越的 有时候它是横越的意思 所以 它可能是整个的 也可能是横越 它可能是横越 或是整个的 OK OK 好 就这样子 那come across come across 如果你 你这边是横越 你现在看你 前面是人嘛 come across 你如果是人的话 就是偶遇 如果是事物的话 就是横越 所以我们现在是系统性的教学 就是说要告诉你 就是说要告诉你差别 上面的意思说不能人 不能从人上面横越嘛 所以你要换做撞见 撞见 如果是something的话 那才是横越 好 所以 所以 Peter across 跌着横越沙漠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是撞见 撞见什么人 这个人对人 这个是要换做撞见 偶遇的意思 如果撞见你不好换的话 就换说偶遇也OK 好 那偶遇的话 这边我们要一次解决 偶遇到底有哪些 那偶遇我们也不只是这些 我们顺便跟你讲 偶遇的话是人碰人 叫偶遇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人碰到呢 第一个用撞的 叫bump into 那 不是真的撞上去 我们就换做偶遇 好 第二个呢 就是用横越的 好 用横越的 run across 或come across 好 这些 好 这些加上巴底 就是 就是偶遇的意思 或是撞见 好 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撞见某人 好 run across 好 bump into come across 好 这些都是偶遇 好 就是偶遇 OK 就这样 那 XSS应该是充当 好 充当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 Service 那 S通常是一个 通常是一个工人 好 所以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什么 充当什么东西 好 那我是 Aspinning 是不是当作是一个治疗的 medicine 所以 Aspinning serve as medicine OK 那 那这个 充当做什么 好 充当做伺服务器 叫server 好 充当 server server s 充当 充当做什么用 S S S是它的 一种 同类的东西 哈 OK 好 那 我说这些教材 充当你的补充资料 那你怎么讲 This material is teaching material as your supplement 好 这充当 当做你的补充资料 好 加一个S是补充的东西 哈 好 那 Behaviour 这是 那个 那个英文 美式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U 美式的话就 它要比较简单一点 好 英式会有个U 每一单都是一样 是做行为 所以Behaviour 它的动词 它的动词 重点是词内变化 是Behaviour 好 就是做什么的行为 好 做什么的行为 哈 好 是做什么的行为 哈 哇 存不起来 呃 我们这窝图有点 有点问题 哈 哎呀 糟糕 这窝图有点问题 哦 这有点问题 这个电脑 嗯 操作上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这要 要重新 哦 要重新打开了 来 刚才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掉 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 好 刚才讲到这边 哦 这是二嘛 充长嘛 Behavi 哦 我再打开一下好了 哦 好 哦 那呃 呃 刚才那个 這個不小心吼 存不起來吼 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去恢復 好沒有辦法恢復,那我們就繼續講吼 好,剛才講到Behave Aclose是橫越跟整個的吼 B-E-H-A-V,這是動詞 Behaviour 等於Behaviour 美式 B-E-H-A-V 這個Behavi是做行為,是動詞,所以跟那個Aclose 那我們剛才講說 Aclose是等於什麼,這等於ServeS 充當的意思 趕快把它存起來 ServeS 好,那我們現在看 那個Action,我們是行動 我們就是TakeAction 採取行動,用Take 還有哪些是用Take 譬如說TakeMajor,採取措施 Action 它可以是抽象的,所以它沒有加S 採取措施,這個措施可以加S 措施是可以數的 好,Did,Did也是行為,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字,就是行為 行為到底有哪些事 Doing Doing就是做的事情 Behaviour,這些都是行為 同意字 那系統,套記比單記 這就是行為 好 那行為就是Did,Behaviour Doing 好 Actually Actually是實際的 Actually 實際的 實際的 Actually 實際的 Real 是真的跟假的 主要是要針對那個假的 好 Real Real 好,我們想 Real 是真的 那主要呢,就是針對Fake 假的 好 所以Real 是真的 等於Genuine Genuine是真的 所以 我們講Real Real是真的 哪一些是真的 Genuine 好 這個就是真的 真正的 Real 所以呢 Real是真正 是講真跟假 好 好 所以 我們說這個是真人 Real person 對不對 Real life 真實的生活 還有一個叫Real time 我們有Real time 就是真實的時間 而不是 而不是 現在的時間 是 你看看 右下方 是不是8點22 早上 所以Real呢 就是真實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叫Batch time Batch time 就是 P次 時間 就是你 做這一個時候的 時間 並不是等於 現在的時間 那時候的8點10分 不是現在的8點10分 我們就叫Batch time 叫P次 P次 時間 那一個叫真實的時間 所以我說 假定說你 現在在美國 你的真實時間 是Real time 你的Real time 但是Batch time 就是 我們那時候的時間 那時的10點 不是等於現在的10點 好 OK True True就是真理 不會變的意思 所以True就是 不會變 不會變 叫True 不會變 True 不會變 不會變 OK 那我舉個例子 你講Real還是True呢 我說 我說 那個 共產主義 沒有選舉制度 對不對 共產主義 人民不能選總統嘛 那我說 In communionism People cannot elect their president 你要講說 It's Real呢 還是True呢 It's True True就是不會變 這個事實 不會變 或是講AFFECT也可以 一個事實 不會變 就是True 或是AFFECT 這個都是不會變的意思 AFFECT 這樣子啦 所以 It is not true I made a story 就是 It在這邊是代替什麼東西 It在這邊是代替什麼東西 前面講的這件事 目前它沒有先行詞 就是代替前面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真的 它是密造這個故事 好 那 True love 真實的愛 什麼叫真實的愛 這個真實就是 我們講 為什麼不寫Real love 我們為什麼不寫Real love呢 我們現在不是 不是Real love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講真愛 真實的愛是永久的愛 所以Forever love True love 我們基本上都是用這個字 所以真正 真實的愛 是永久的愛 True frame 真正的朋友 True frame 不是Real frame 所有的朋友都是真的 當然會有假的嘛 是 是 那個虛擬的嘛 不是嘛 所以True 是真正的朋友 好 我們現在來看 ADAPT ADAPT是 改編時適應 好 那它介系詞是 To 改編模式 變成模式 把一篇小說 把一篇 把一個真人的事情 改變成電影 所以ADAPT Terry Terry 就是Terry的故事 把它變成一個電影 所以ADAPT Terry's story To 或是Into a story Into a movie 改編 好 那另外一個意思是 史適應 所以ADAPT它的中文意思 比較重要 叫什麼 改編 改編 還有一個是什麼 時適應 好 改編時適應 所以呢 改編時適應 所以ADAPT1 使自己適應於 那 被動態 我們上次講 就是被動態 就是自身手勢 所以你可以改為 被動態 就是自身手勢 這是BeADAPT2 使自己適應於 To是介系詞 所以你這個被動態 就是使自己適應於 好 那如果只有寫ADAPT2 那應該就是VI 所以他 這樣看來 他是VT VI都可以用 VI就直接寫ADAPT2 VT的話 就是BeADAPT2 基本上他是 都可以的 好 VT是使適應 使自己適應 被使自己適應 要VT VI就是適應就好了 VT就是紀錄動詞 好 那 ADAPT 他長得很像 這一種長得很像 叫容易混淆字 通常我們混淆字 就是一次把它解決 ADAPT是 ADAPT是採納或收養 所以ADAPT是什麼意思 採納 採納什麼事情 採納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收養 收養 採納或收養 ADAPT 所以ADAPT卻還是收養小孩 ADAPT policy ADAPT採用這個政策 採用這個政策 採用 好 ADAPT 採用一個態度 那採用在這邊是不是很像 Hold Hold是不是持有 ADAPT 採取一個 這樣的態度 採納 採納這樣的建議 採用這樣的建議 Proposal是建議 Advice也是建議 好 Adjust調整 十四印 耳架是調整 調整或是十四印 所以 Adjust它等於是調整 跟ADAPT差不多 耳架是什麼 這個超喜歡考的 調整 還有 十四印 好 OK所以 Adjust Proposal調整 這個焦點 調整這個時鐘 調整 那Adjust one Sale就是 BeAdjust two 這個是 跟剛才講過的 好 OK好 我們現在來看 Ad一定是用土 接續是用土 加到什麼 把東西 譬如說把 鹽加到糖裡面 Ad Salt Into Soup 那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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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比 就是加 Ad是加入 Ad是加 加的意思 加好 是加好 Ad是100% 就是加 加這兩個 那Ad在這邊是補充的意思 Ad就是補充 接著說或是補充 補充說 Ad是加 補充說 好 那加基本上 我剛才講是 2 好 Ad 重點是那個2 Ad Ad OK 那 Ad Ad是100% Ad 這個多一個 Ad也沒關係 就加總起來 就等於 sum up Ad不就是sum up 加總起來 就加總起來 那個總 Ad是100% 所以那Ad是100% 所以我說 Ad是加 加一個 就是加 全部都把它加起來 Ad 總共加起來 加到 把他全部都加起來 Ad是100% 所以 Ad就是sum up 的意思 sum就是總和 好下面呢 Addition In addition 比賽 這三個一起記 In addition 就是比賽 除了有什麼之外 還有 那他 相對的是 除了什麼 之外 是沒有的 比賽是有 Ex out 所以是沒有 他剛好是 一個是有 一個是沒有 所以 Except Except 跟Except for 是一樣的意思 好 這個比賽 因為你這個是 是Side 是邊 就是說 加A加B Except 是減A加B 所以比賽是除了A有之外 B也有 好我們寫一下好了 他是界隙子 那我們系統性的教學方法 要教你用 猜字根的方式 因為比賽在他旁邊嘛 所以是除了A有之外 B也有 除了A有之外 B也有 所以是A加B 除了A有之外 B也有 所以除了A有之外 就是A有了 再加上B 除了A有之外 B也有 那 如果是Except Ex是out Ex這個Exout的意思 就是 A沒有了 所以 A-A A 加B 所以我們第二個例子說 除了所有的榴槤之外 榴槤啊 除了榴槤之外 我吃所有其他水果 Except Durane I eat all the other fruits 所以榴槤不算 那我說 除了數學之外 我英文也花很多的時間 Beside English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ath 好 那 英文跟數學都是很花時間 這是嘗試 假定各位同學 你這個英文非常重要的科目 假定你英文 一個禮拜花的時間 少於 五六個小時的話 基本上 會 比較難考 高的分數 因為英文是很花時間的 但是在所有的考試裡面重要性是 是很壯 就是所有的系裡面都需要英文 所以 英文 有些人好像是重數學 比較不重視英文 或是說比較重視英文 不重視 我覺得 我覺得每一個都很重要 結論是每一個都很重要 但是不是每一個花的時間 都一樣多 好 那 國文也很重要 但是 那個 那個什麼地理也很重要 但是地理不可能花時間 跟英文一樣多 所以英文它本身就很花時間 因為我教的學生 我問他們 就是在班上 就是說你可以不會把你們的 這個成功 好像財政清教的 或是醫學院的學生 你們 可不可以把你們的 想一想 你們過去花的時間 最多一個禮拜裡面 花最多的時間 他們給我們的回答 居然是 都有寫英文跟 英文跟 數學 這兩個他們花的時間最多 我們也不要說 某一個花的特別多 某一個花的特別少 基本上你這一顆 對他像赤殖民地 赤殖民地的地位的話 英文就是你的朋友 你對他像赤殖民地 平常都不看 考前才看 要理不理的 那你的英文大概就是 赤殖民地的分數 所謂赤殖民地的分數 就是連殖民地都不如 這跟 非洲 假定說我今天把你看成赤殖民地 非洲就是不重要 英文就不重要 所以那分數也是 結果也是 不是很好 那這邊是 在這邊是做一個 inspire 就是因為你的啟發 所以英文真的要投入世界 英文這個科目 因為是世界語言 所以他有他的重要性 好 我們先來看address address 你這是什麼意思 address 給助詞 另外一個意思是提及 那 所以address是什麼 給助詞 另外一個是提及 我們重點是後面那個字 提及 mention 的意思 所以address 是提及 對不對 等於 mention 是提及的意思 好就這樣 所以address的ample 是給助詞 這是給信封的助詞 address the meeting 好 在這邊應該是 應該不是提及 是給演講 所以 address 他也可能是給演講 也可能是 give a talk的意思 也可能 也可能是另外一個意思是 give a talk 好這個就是演講的意思 所以他可能是給演講 所以你這邊 address the meeting 應該在這邊應該是 在這個會議是給演講 是屬於第二個這個給演講 OK好就這樣子 所以address m是給助詞 address the meeting是給會議 做演講 給觀眾做演講 這個字是什麼字 我們講 addmire什麼envy啊 什麼接樂死 我們都搞不清楚 來 有些學生 因為英文他是很精確的語言 addmire這個英文的字 他是 envy 我們講envy是不是羨慕 但是他除了羨慕之外 他又加了一個 崇拜 OK 所以 這兩個字的綜合體 就等於 admire 我們叫做親線 親就是親配 線呢 就是羨慕 我們中文叫做親線 好 親配加羨慕 這個addl不是偶像嗎 那envy是羨慕嗎 所以envy是羨慕 addl是崇拜嗎 我們是這樣記的 那我是 所以 親線addl addl是崇拜 envy是羨慕 addmire是親線 所以 addmire又親線你 親線你的勇敢 bravery是bravery變化了勇敢 親線你的勇敢 那 這邊addmire appreciate是欣賞 這個我們不要用耳著賣 這個不要 appreciate是感謝或欣賞 所以 appreciate一定要事情 不能人 感謝或欣賞 感謝或欣賞 他永遠是事情 那我說感謝你 是不是appreciate you 不行 他不能加人 所以 欣賞一件事情 感謝什麼事情 你還是 不能加人 所以appreciate somebody 這就錯了 一定是錯 那要怎麼寫呢 那要寫 Thanks for Thanks for somebody Thanks 好 sync就好了 Thanks 一定是for Thanks somebody 好 for something 這是 那就等於 appreciate appreciate 一定是事情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寫 你可以寫 三八題 但是不能 一定要加 要不然就錯了 因為他是事情 一定要這樣寫 所以 我們說 欣賞 欣賞你的勇氣 欣賞你的 做人 behave behave 欣賞你的行為 一定要事情 那感謝人 這個一定是 感謝的一定是 人才能感謝啊 好 那我們這個 Thanks 就等於Thank you 我們在英文裡面的Thanks 為什麼要加個S 就是Thank you的意思 他還是家破 他不能再加人了 不能再加人了 不能再加人了 好 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好 承認 我上次講說 你承認 一定要 一定要承認 這個是承認 那承認的話 你要 你要 承認 什麼叫承認 好 承認 承認 我們有個叫conface 這叫告白 告白 好 告白 告白就 告白 好 那承認好 我們說承認你要被承認 好 那 承認我上次講 第一個是不是學校 好譬如說你 進入台大你要被承認 第二個是不是戏院 好 你要入院 我們叫入 什麼院 戏院 好戏院要被承認 另外一個是意願 好 這入 院 所以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入學 是不是叫入學 另外一個叫入 入 入院 好 這跟那個 check-in 差不多啦 好 那 入 入住院 所以入院的意思 我們今天去看門診 不是 不是 Beat the mean to hospital Beat the mean to 要加一個to Beat the mean to 被承認到 這個叫入學入院 入西院 還要入醫院 好 我們中文就不寫了 因為中文很耗時間 被承認到 學校 西院 好 寫一下好了 好 還有就是 就是 霸對不對 那個霸就是律師嘛 律師就是霸 好 律師就是霸 就是那個 律師 好 因為律師都會在條子後面嘛 就是 常常在法官不是有個 霸嗎 好 好 就是這樣 入戲院或是入醫院 好 好 那承認一定是一件事 我們一定是ing 承認我們沒有to的 沒有to 絕對不加to 一件事 ing是一件事 所以 Admin一定是一件事 不可能加to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要注意 Admit 你說 承認 承認去 去 偷這些東西 那還沒有偷啊 是不是還沒有 to是不是還沒有偷 而且steer 不可能 不可能是去偷嘛 所以這一定 百分之百錯 一定是一件事 他承認偷了這些東西 那你怎麼講 1 要用ing 要用ing 一定要用ing 好 所以Admin定ing 那承認是這樣 否認也是 也是一樣 承認跟否認都是ing 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用to的 承認跟否認都是ing OK好 那我們現在看 Allow Allow也是ing 說Allow不是用to嗎 沒錯啊 那to是還沒有做啊 那ing是一件事 所以Allow跟 Allow是允許 允許抽菸 是不是to 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 啊 the place 這個地方 啊 Allow smoking不是to smoke 是一件事 一定要加ing Allow smoking OK 那或是說 Allow you to smoke 那又不一樣了 因為允許你去抽菸 你還沒抽啊 Allow 叫 somebody to 圓形 OK VR是圓形 所以你今天 Allow 在這邊為什麼要用圓形呢 允許你去做你還沒做 但是一件事還是ing 所以 the place allowed smoking Allow You to smoke 你這邊可以用所有格啦 可以用所有格 但是一定是ing就對了 好 那建議 建議一件事對不對 對 建議 advise叫建議 一樣是用ing 好注意喔 好 建議 為什麼還是用ing 所以呢 建議 建議忠告 忠告 等下要講suggest 這邊超難的來 我們可能要講到這邊 Advise是建議一件事 建議你去做這件事 還沒有做 還沒有做就是用to 還沒有做就是to 好現在呢 我們來看suggest 跟recommend recommend也是推薦 也是一件事 推薦一件事 recommend是推薦 一樣 推薦某人去做什麼事 好我們現在麻煩的問題來了 suggest 因為我們的中文不是一個很精確的語言 所以大家都錯 錯了一塌糊塗 大概錯的人甚至比對的人 我說建議你去做什麼事 你說喔 我這可以寫啊 suggest you to BR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是錯 這個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suggest 根本就不是建議 我們中文怎麼要發言說 建議是 方便 行事 其實suggest是要子要義 他的意思 su是 我給你這樣的意見 所以他一定是意見 所以suggest 他一定是意見 給你這樣的意見 所以這邊一定是意見 所以一定是something 如果是要忍 你也要 一定要有這個something 你不管你怎麼樣 就是一件事 動名詞也是一件事 OK 所以我建議你 我建議你去參加 對不對 那要怎麼講 你可以寫 你硬要用suggest 直接寫 Attending Attending in the class 好 好 那現在呢 為什麼 我們說 學生喔 因為學校 學校題目很活呢 很活 我沒有辦法去掌握 學校題目 其實學校題目很活 就表示說這個英文很活的部分 那所以這時候 你如果說是 一對一的課程的話 我可以 比較 辦法針對你不會的地方來講 就不用每一題都講 這樣是可以節省時間 因為學生的時間 也是 也很有限的嘛 所以 我們要 考上 比較好的學校 通常是 時間 不但要運用時間 而且有人說 我準備了那麼久 我還是考不好 那就表示說 你這個部分是有不了解 譬如說我今天跟你講 你不了解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用ring 只是用背 所以它已經不是背科了 英文 絕對不是背科 它是理科兼背科 而且這個理科又有點像數學的難度 又有點像國文 國文 是不是也是很難 好光是我 我曾經說 這個台灣的教育 這個語助詞 什麼煙啊 什麼弄了那麼多 我們 我們研究那個古人 那些 幾百年東西 沒有什麼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研究那個什麼 所以 這些我 這是 是我的 批評啊 那我的批評是我的 看我認為是說學這些沒有用的東西 不是說那內容沒有用 那個 寫那些 在斟酌那些 斟酌於八股啊 就是說 我一定要用什麼煙啊 什麼的 我到現在 我還是考得很不清楚 我發現 對一個國家好像也沒什麼幫助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主要的就是學 一些 譬如說 中文有 精華的部分 並不是要去學 什麼 什麼都要知道 什麼 什麼資要什麼 寫 好那 這個 變成說 失去了他 文語言的真正的用意 變成是在考古了 我們在寫考古學 不是國文 好 這個是我的 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 不能代表全部 我現在講英文的部分 英文的建議 建議 我們這個不叫建議 我們這個真正的意思是 提供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提供什麼樣的想法 後面就是想法 所以suggest 我們歡迎說建議 其實他真正的意思是 提供 什麼什麼什麼 的想法 OK 那既然是想法 後面一定是想法 一定是事情 不可能是人 所以suggest 他後面是something 是something 是不是人 沒有人的問題 沒有人的問題 好 那你說 建議 你參加這個 這個 課程 對不對 Course 課程 不是一堂課的課 課跟課程又不一樣 好 那建議你參加這個課程 那我說你勒 我說你要翻譯啊 我一定要用你suggest 好嗎 那用suggest 我們還是一件事情 你說你對不對 那你的話是事情 你不是事情 那就是you're 那只能用you're 好 再一個you're就好了 OK 好 那 不能寫的是什麼東西 不能寫的是 這樣寫 那你說中文通啊 問題是中文英文是不通啊 好 這個是 盲點 我們 台灣的學生或是 會以為是to 好 這是台灣學生的盲點 所以suggest you to 這個是 這是不對的句子 是不對的句子喔 好 advise 就可以了 advise是忠告 可以 advise command 這是沒有問題的 就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主要的原因 recommand 這都沒有問題 好這些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suggest有問題 因為suggest 我剛才講他根本就不是建議嘛 這什麼是建議 因為我們那個 便宜形式 歡迎說現在其實它是提供什麼樣的想法 它後面就是想法 所以 提供 這樣的想法 提供 這樣的想法 是一件事 OK 好 那 這是 十字二 那 我們這邊可能 這是 這邊有125頁 我不可能把它 講完 那可能就是 一部分一部分講 好 好 那我們 感謝各位同學有耐心 聽到最後 那 這個 這個 你有 學校的課程或是哪些不了解的地方 或許可以用 彎彎彎的課程會比較 仔細 加入群組 然後 群組就是家長 本身 還有這個家長的小孩 我 我會 協助你 那 我們不是 補習班 我們不是補習班 好 感謝各位同學耐心 聽到最後 Thank you for your passion to the last minute Get the ball rolling 要讓球去滾 注意喔 要球去滾才有距離 所以呢 我們有一句話給你下面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開始 開始是最重要 所以開始要讓球去滾才會有距離 那球要去滾是靠自身的力量 並不是人家推著走 所以呢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讓球去滾才會有距離 要投入才會有 結果 這是投入要有 智慧的投入 那英文呢 不只是有背單字 要去理解 而且背單字並不是可以去背 而是要做題目的時候 順便去記 以後有空的時候 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也會順便講解 什麼樣去 做題目順便去背單字 好 Thank you for your passion